MFG小田园的正赛终于完成了一半 各车又陆续回到了起点 到了玛丽优势的区域 这时时神的无线电动传来信号 助手建议他立即开始反击 还说如果没有在区段一抄到前面的话 那机会就彻底没有了 所以进攻吧 可时神听到这话却气不打一出来 他现在紧张不已 根本不想听任何人的话 因此只表示就算不这么说 自己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所以你还是安静点吧 这样会让人分神的 助手这边听到时神的抱怨后也很震惊 没想到一向淡定自若的时神 也会慌乱地说出这样的话语 实在是太少见了 时神结束通话后 看着自己的转速表 立即踩足油门并拨动换挡拨片 911GT3加速向前方追去 但时神却发现距离并没有拉近多少 时神一脸症重 他坚信自己GT3的心脏部位完美无缺 在MFG的参赛车辆之中 他的车是唯一9000转 就能产生500马力的水平对峙6缸一轻 可比赛发展到现在 却还是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看来为了能和眼前的男人战斗 就算是这台GT3也是远远不够的 时神真心感觉到对方的技术 实在是太无懈可惜了 即便自己竭技全力在跑 仍旧完全没能够抓住对方的破绽 时神只能继续跟在贝肯鲍尔身后 回到田中阳2的讲解之中 他在直播时连连问观众 现在神士5上位排名的选手们 在曲短一马力全开冲刺的话 顺时速度超过200的地点有很多 那么最高速才180的无人机 为什么可以追到这些选手们 时时传来画面呢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 作为MFG解说这么多年的田中阳2 自然知道答案 真正原因就在于 比起地面上奔跑的车辆 空中飞行的无人机 在转弯速度上会更快 所以就算在直线后段 暂时被甩开 到了弯道处 也能再次追上来 这时无人机切换到项叶顺这边 没想到车内项叶顺十分紧张 感觉有麻烦的事情要发生了 他急得满头是汗 只能祈祷幸运女神 可以自语自己力量 自己一定不能掉链子 一定要拥有七号天时的吻啊 画面随机再次一转 又回到了北元望兄妹这边 他们这时似乎已经甩开了下降 续方与下降联系 询问下降是否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他认为下降是不是冲得过快了 虽然燃料余量没有问题 但轮胎情况却有点让人担心 毕竟下降以第一圈的情况 应该已经消耗掉了八成左右的轮胎 如果再以同样的步调来冲刺的话 等到第二圈前半段 轮胎就会没有抓地力 下降让续方不要担心 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要知道轮胎管理的训练 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学得非常扎实了 从起跑开始 直到跑完规定好的距离 期间使用掉多少轮胎抓地力的练习 自己已经完成过很多次 下降知道轮胎过早使用完不好 剩余过多更不行 所以全力冲刺 要等到突入最后的下步段才开始 对于下降而言 他有足够的自信 能够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 更完美达成这项任务 因此也有信心 取得比现在所处位置更高的排名 并在完赛后 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旭方 旭方被战争的无言以罪 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不知不觉见 他已经感动得热烈盈眶了 继续回到田中阳2的讲解中 截止到目前为止 时神对贝肯鲍尔的追击战 以失败而告终 贝肯鲍尔那纯白色的保时捷718 还是率先通过了检查点 这一切在田中阳2看来 简直就是以弱胜强 现在不管是换作谁 都没有办法追上贝肯鲍尔这个男人了 毕竟贝肯鲍尔这家伙 可是被称之为司徒加特刺客的年轻人 已经粉碎掉了两届MFG冠军得主的威严 田中阳2随后播报了目前的排名 前五的位置似乎已经明朗 但第六位的争夺战正在进行中 此时二号车的赤羽 正紧跟在六号车的背后 不过转瞬间 就慢慢和六号车的柳田并排了 看起来赤羽是要在这里动手的呀 无人机详细记录着他们的对抗 只见在一个狭角的弯道时 赤羽从内侧冲上极限紧贴着柳田 自己离路源时甚至只有一厘米 两辆车看起来似乎都要碰撞了 柳田真的气氛到了极点 没想到居然将这么宽的车体 强行挤进如此狭窄的空间 这态度太强硬了吧 赤羽最终成功超越柳田成为了第六位 而跟在他和柳田后面的 正是刚被他抛离不久的八号车 泰勒和三号车大师 大师现在还是十分不甘 小门驻守赤羽在哪里 经过驻守测算 目前赤羽领先大师九秒钟的时间 和大师之间隔着两辆车子 住手希望大师先不要着急想赤羽的事 而是冷静下来 先把眼前的八号车干掉吧 但话说的轻松 大师怎么冷静的下来呢 明明应该是比拼玛丽的驱断一 自己的兰博基尼为什么会输给法拉利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 实在是太可恶了 转场到迷次喜多兄妹这边 他们组成的协作队列已经通过了山顶 只是GT86已经慢了他们大约六秒钟 田中阳有些感慨 在进入正赛的15台车子里 最无力的就是这台丰田GT86了 在动力之胜的区域 只能渐渐被前面的车群拉开距离 在小白海看来 要想突破车子本身的马力不足 这对于下向而言将会异常艰难 不过车子的无力 却更能反振出选手个人的表现 小白海认为 和领跑的贝肯鲍尔 还有在中部集团连续完成超越的赤羽相比 下向所展示出来的驾驶技术 完全没有丝毫逊色 他还是非常期待下向的表现 田中阳继续介绍 目前排名最末尾的13号车 也进入驱弹2了 他替观众发出疑惑 按理来说 FK8也是有名的高速车 为何会陷入这样的苦战 连GT86都赶不上呢 开始小白海给了回答 恐怕是前缘正面对轮胎的问题吧 要知道 公路舞台激烈的上下坡道 对前驱车很不利 短距离虽然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到了长距离的比赛 前轮就会变得支撑不住 毕竟对前驱车而言 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 负担都会集中到前轮上 田中阳二听了也有些感慨 他告诉观众 直到去年的时候 前缘还是使用 卸掉能量回收系统的NSX 来参加比赛的 前缘这次是因为电脑设定被重置 而没有勉强用那台车来继续参赛 可NSX怎么说也是和GTR齐名的 是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速度机器 所以田中阳二还是很期待 那台NSX 会在以后的比赛中再次闪亚登场 小田园赛道的上空 不断发出汽车的轰铃声 选手们都在想方设法的 超越前方的车辆 无人机也在牢牢跟随着拍摄目标 此时镜头回到八朝祥这边 八朝祥心情很不好 毕竟这一段从大关山顶 到湖畔的路的后半部分 路况相当恶劣 随处都有讨厌的颠簸 震动机器的扬尘也很大 八朝祥知道 如果过度冲刺的话 就很可能会让车子失控 可是为什么 只有下巷会在这猛然加速呢 八朝祥实在想不通 看着后视镜中的下巷慢慢接近 八朝祥真的很紧张 这里有些觉得八朝祥 似乎太过于在意下巷了 要不还是掰开后视镜吧 而就在下巷发力的时候 处在最前方的贝肯鲍尔 也进入了独跑的状况了 时神最终还是没跟上 贝肯鲍尔的节奏 被渐渐甩开 田中阳二见此 也不由替时神可惜 但他转眼又被后面的变度吸引 看来比赛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原来田中阳二发现 神风混混的GTR节奏慢下来了 导致一度被他抛离的五号车 又再次咬到了GTR的尾巴 眼睛的小白海一眼就看出 现在GTR有转向不足的征兆 轮胎正在被不断消耗着 事实证明 小白海说的一点也没错 项叶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开始责怪自己 没有早一点考虑前摊 现在光凭借刹车 已经无法让GTR重量级的车身 有效减速了 好在后轮的抓地力还没有问题 因此看着后面逼近的奥迪R8 项叶顺还是很有信心 他在内心对版本发话 想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超车吗 无论如何 七号天使的稳 五是坚决不会放手的 混账东西 可现在五号车正慢慢追上来 项叶顺真的能避免被超越吗 另一边 通讯五主动联系了二号车的赤羽 他发现由于九号车GTR的节奏突然变慢 照这样下去 到比赛的中排就可以追上他了 赤羽了解到相关情报后 决定先将前面一位的奔驰AGM抓住再说 镜头再次发生了切换 还是下向他们这边 这时下向已经赶上迷茨喜多兄妹了 田中阳二很激动 这三台车从第一圈开始 就紧紧地缠斗在一起 迷茨喜多兄妹vs下向 结果会如何呢 如果单从车子的战斗力来分析 显然GT86是最差的 可86现在就是能神奇地贴在前面两台车身后 并死死地咬住他们 这对处在被追赶立场的八超巷和北云望而言 恐怕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挫败感 觉得自己不管怎么逃跑 下向都会像影子一样跟过来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其实他们三个的年龄非常接近 其中下向19岁最小 最大的八超巷也只有22岁 这几个年轻人的才能和尊严激烈地相互碰撞 究竟谁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呀 还真是让人好奇 八超巷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他紧张地提醒妹妹 千万不要失去注意力 一定要谨慎处理好每一个弯道 即便是很小的失误 重复的话 也会过早消耗掉轮胎的 而关于这一点 就算哥哥不提醒 北云望也自然明白 他反而提醒八超巷 不要太过多注意后方的情况 我可没大哥想的那般软弱 北云望明白忍耐的含义 就算只积攒出一秒钟的优势 也是一份很了不得的礼物了 这就是比赛的真正含义 而西元四恋这边 原本正在观察比赛的一举一动 忽然之间 他察觉有人触碰了自己的腰部 练一个机灵 连忙问京子怎么了 原来京子只是纯粹的感叹练的好身材 即便他同样身为女人 也忍不住想要摸一下 这腰也太细了吧 感觉就像是被勒出来的一样 练修的满脸通红 表示京子姐的腰也很细啊 于是京子放松了腹部吸气 肚子因此一下秃了出来 京子不好意思地表示 自己只是工作时收紧了腹部 骗人的把戏罢了 京子随即问练 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运动社团 得知从初中到高一的这段时间里 练一直都是田径部成员 京子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怪不得腰这么细 还有一双肌肉恰到好处的漂亮大腿 京子忽然有些感慨 觉得现在孩子的骨骼看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 腰骨的位置也太高了 每个人都是大长腿 而且练现在是在上高二 也就证明今年17岁 是MFG天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成员 这个年纪实在太好了 对此这里有个疑惑 泽杜光辉如果回来比赛看到练 会不会和向叶顺一样 对练发起猛攻啊 此时的京子看着这么漂亮的练也很好奇 他因此问练有没有谈过恋爱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练想到下相突然老脸一红 慌忙表示自己没有男朋友 并且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而为了摆脱窘境 练反问京子是不是已经在恋爱中了 结果京子却害羞地表示现在没有了 不过他有喜欢没男生 而且他一直单相思大约两年的时间 这样练感到很意外 京子因此有点自嘲 对吧 别看我这样 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方面 可是意外的单纯呢 再次转到赛场这边 车手们都在奋着一搏 此时三号车的大石 正在努力追赶前面泰勒的保时捷 一想到这儿大石就很来气 这台保时捷也太没眼力劲了 真是碍事 兰博大人怎么可能一直跟在保时捷的后面 给我死开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